看来若是翻语 就找一个亲近地方 随时可以修完 那这香港是最繁华的地方呢 可不可以修完 可以 不碍死 不费事法了而政府法 不费根不离是一个意思 这释法是什么 给主说 弟子归释法 感应篇释法 十三叶也是释法 你看看 这三叶东西 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用在自己工作当中 用在自己厨师 待人接物释法了 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 心里面是阿弥陀佛 这就成功了 这些释法 不但没障碍你 你在那个地方 累积功德了 到极乐世界 提升自己的品位 你做了多少好事 在社会上 做很好的榜样 你那个清净心 人家看不到 可是 你这个 这个这个 弟子归 感应篇十三叶 人家看到 改变今天社会 风气 需要这个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都是好东西 他对于这个子孙 多么爱护啊 无比的深恩大德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 子孙不孝 不能体会 祖宗的爱 把他们的教会 丢在一边 还说他过时了 这样的心态 你是能不早报应吗 我们真是难得了 在这个 这个时代 这样的年龄 遇到了 才觉悟 才明白了 赶紧回头 认真来学习 自利利他 利他 就是自利 你自己 不认真学习 你没办法利他 自己真学 真的到好处了 别人看到了 他就来学习 表现的好啊 我记得我们早年在美国住 附近的邻居 邻居都是美国人 我住的一栋小房子 跟韩广长是对门 这些邻居 对我们很羡慕 有一天早晨 我们出去散步 外面是公园 我们邻居看到我的手 他给我们讲 他看到我们 每一天 都是那么快快乐乐的 都是满面笑容 你们是做哪一个行业的 为什么这么快乐 我们告诉他 我们是念佛的 这什么叫念佛 这机会教育来了吗 念佛学的是什么 那我们就告诉他 念佛学的是智慧 他听到这个要 他也想学 我说第二个长寿 第三个快乐 这我们要啊 他们都是些基督徒啊 星期天都上教堂去的 那我就劝告他 星期六到我们佛堂来 学智慧 学长寿 学快乐 星期天你们上教堂 不违背 你们那里有神 我们这有老司 佛是我们老司的 不是神 真的 以后人慢慢就多了 附近都来了 所以踏实先看 看了好几个月 才来跟我们接近 慢慢的说 他就懂了 所以我说 信仰宗教跟说佛 不冲突 我说那个 你们信仰宗教 神是你们的父吗 你们是父子关系 主仆的关系 你到我们这来 跟释迦牟尼佛 是私生关系 你在家有父母 在学校有老司 怎么会冲突呢 他们听得很高兴 不冲突 下面 这个黄老 跟我们提醒 随地可修 何在顿入山里 随时可以 不劳 闭关 阴座 这就是这样 不必 去找一个 阿兰如 阿兰如是梵语 就找一个亲近地方 随时可以修 这香港是最繁华的地方 可不可以修 可以 不碍事 这比修其他的法门方便 你比修产 学密 那环境的影响很大 都要找一个亲近地方 叫兰如 这意思是亲近 很安静 标准呢 古时候 牛叫的声音听不到 以这个为标准 农村里头要牛 牛叫的声音最大 你这个地方是牛叫的 村长牛叫的声音听不到 要叫亲近到场 念佛了 那是有的有福报 在没这个福报的时候 闹去也行 也能修得成功 所以 不必要 顿如善灵 也不需要闭关 阴座 这个阴座是尽座 那现在这个社会 小家庭工作都非常忙 哪有时间去打错 所以这个法门就舒适了 这个法门一点障碍都没有 但法广大决心 一项专念名号 下之 深念 一念 亦得往生 不无事间工作 依旧顿拓生死 既能自觉 就他 广度众生于未来 亦否 自他之力 造福社会 有当事 这事 真的事 说明 这个法门 适合任何一个时代 特别是 现在的 这个社会 科学技术 发达 人们的工作 忙碌 是分秒 比正 科学技术 日行 愿意 你要不认真 学习 就会落后 所以尤其是科技这个行业 我们看到他们的培训班 半年 就要去再教育 更新的东西出来了 都要去学习 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接受新的东西 有的时候 三个月要受一次培训 一年 两次到三次 这是不能少的 确实是很繁忙 生活 在这种社会 你要想成就倒也 不容易 但是 进度这一门的时候 给你带来方便 把你的难题 化解了 化解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在这种社会 又 在这种社会 被人